所以看看能不能夠延續他的這個好表現 因為中止田隊這兩場比賽在打擊上面都有一點點 沒有說像 果斷的一些 策略上的一些改變 那昨天呢在完場的比賽啊 先看這球 直球對決 不用想那麼多 先打再說 結果真的 可能是因為東盟的關係 包括練習 在主殺擋球這部分 其實每一個位置都有每一個位置要 結果呢發動了倒雷 再倒啊 那最主要葉佳琪的一個 他在Hold住 沒有動作 大多時間目前都還是以在二軍為主 雖然說上一場6.1局的投球內容 結果真的到但這抓到囉 欸 林歐勒說 總上身嗎 你當我是吃素的就是了 哇 最主要是投手的一個快投秒數 結果這棒打得並不理想 投手接 欸 還在三壘上 回不去啦 你在跑嗎你 現在呢是一個夾殺 不過他要看能不能夠掩護隊友上到得點圈 最後還是用船的方式 本秀明 這是擁有很恐怖長打能力的選手 我 揭過標杆旁邊的界外拳 揭過標杆旁邊的界外拳 再進到直棒 因為他還有去念國鐵 好 現在要比速度 趕快轉身傳 沒有問題 那一開始呢 選擇第一顆球做攻擊 前一個半局 這個意外 手被踩傷的陳子豪應該是退場 只是鏡頭沒有帶到 三陣 換上陳靜 剛剛鏡頭拍到35號的陳靜 就接替陳子豪 因為 沒有意義 沒有必要讓他皮肉傷 如果整個踩下去 怕那個骨頭要是被球場上意外 這沒辦法 這棒打到了中外方向 還在退還在退 但腳不停下來了 出棒 沿著邊線 打在壘包上 車補邊 這是一直安打 所以連續兩個半局 其實在日子西軍這邊都有安打的出現 應該是上到這邊很快 從慢動作再來看一次 但是撐 出棒應該是游擊管區 就定位 傳一壘 三人出局 留下了一個 打擊阿倫回到的 阿倫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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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九棒的騰谷光界 打第壹個球啊 很高 但這樣是 陳文傑已經鎖定了 今天明年中華職棒三十而立的這個紀念展覽 在看棒球 那個氛圍跟現在是完全不同的 讓球迷可以重新回到台北勢力棒球場 尤其像我們那一定會 我們當年也是圍著他那邊 球場外面在買票 揮棒 讓桌野浩大揮了好幾個空棒 這一個High Festival打者呢 沒有跟上 遭到三陣 爆了前一次被他打 安打的重度 那一旦被這壹個就吸引了 確實是阿 這個偏低的球 攔得住嗎 哇可惜 是 讓他根本連雷包 真的 抓到了 愛跑嘛 現在呢又在一二壘之間呢 形成一個夾殺 摩得 撐得 增田豬 打到了投手的管去 讓投手呢 造成一個本壘跟三壘之間的 並不是那麼樣的出色 包括昨天那打擊也是 結果這幫又是一個內野不營養的球 哇 貝爾漢 空手間 傳一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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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又是一個內野的反彩球的量 也很清楚他的一個投球策略 就這棒 三壘管區 接球之後傳一壘 所以呢這個半球 日直西軍的進攻 這個半球呢 守門相場打者是替補 剛剛 那以這樣子一個條件 你的腿再快 在 並不是所謂 就是 像樂天啊 好像 喔 結果剛剛被你咬中 微波波光照到三陣 這是葉佳琪今天投出來的第三K 又是一顆高角度的直球 就是還沒有補完 那另外一邊太漂亮 華大錢補到那種 哎呀 古川原劍泰 只要留意 古川原劍泰前一次呢 是打出了一隻 一個補手 嗯 公騰監督就會來到台灣 表現 有所一些 不一樣的想法跑出來 說 說都知道 小島康明現在 不過昨天那一場應該是他多麼的最一場比賽 有這個前段的打頭一周 後來打後兩周這樣子 發揮了效果了 又是高角度你看 又是高角度你看 嗯 忍不住啊 而且球都幾乎進手套了 棒子才出去 三陣出局 其實這在一兩年後 我們這些年輕選 所以 葉家綺啊 雖然在第一局 出棒 達到了右半邊 遭到了 鎖定 好那馬上的六局 上半呢 比賽繼續進行 這一局可以 完成的話 真的就是 超優質的一個內容了 十分滿意 我覺得以這樣 這樣的一個投球內容 明年戰午一軍先發 不可能 楊帶剛也是這麼說的 好那剛剛呢 還是造成了第一個出局數 再來輪到高松度 打得還是不理想 但是要比速度 空手接在傳 好 這等於明年 光吐頭的這個先發 沒錯 來補這個 其實確實 如果王伯榮順利 王伯榮不在 先看這一棒 打到了中外野方向 好這場 現在七局 繼續投 他這樣等於一局 就十顆球左右而已 很標準 哇深遠的飛球 好誠誠威啊 一路跑 是曾田豬跟公本秀明 這兩棒 三四棒 感情不錯啊 那也因為三四棒 被壓制中 這就是到春訓 也是球隊會要看 因為到時候 LAMIGO也會有 還是會有這個 需要像過去兩季 找得這麼辛苦啊 他們 LAMIGO現在的 隊型 他們 砲已經蠻多了 中子也是 有一定的價碼 結果呢縮著手打 但是來得及嗎 來得及 哇 這應該是有 這個最難的是 你要搶時間 哇 真的又是快一些些 對 裁判呢看得非常的準 哇 你看這個轉身 傳球啊 西浦沙大呢 今年在一軍啊 有兩場的一個出賽 就是在1這個數字 跟1比較有緣嗎 沒有那麼好轟了 就變得要轉型 這球帶出去的 這距離也不夠 考驗的是 張敏勳鎖定了這個飛球 把他給接殺出局 這個半局 還是三上三下 再回到這場比賽 用球數 應該是有機會 對 不過目前他的 還沒有四分嘛 兩槍球沒有壞球 出棒 反方向 鎖定了 這個距離不夠遠 五點真是最最最痛苦的時候 去年的加入 那個信心投出來 進攻好球帶 球職又有威力 就讓你很快就被搞定 其實從第三局的高鬆度 當時的最後一 當局的最後一位打者 因為他後來倒壘失敗 日子新軍來說 這兩天也不好過 變化球回穩 加上他有一個很不錯的訴求 一百五十幾都有了 林佑樂在 沒有跟他搭配的過程 其實都有很不錯去掌握他的投球 再一個變化球 揮棒落空 三陣出局 又是一個三上三下的半局 擊球的一個timing 所以兩者在搭配 一直看不出來西軍有任何的一個 策鏈能夠攻破那個葉佳琪 所以今天他八角頭球 完美的一個零十分 只有三隻安打 再加上他上一場 他已經十四點一局 沒有失掉任何的分數 所以你看 被潑成這個樣子 這當然就是NVP也來聽聽他講話 真的是東小島西佳琪 今天還蠻熱的 應該蠻清涼的 還找不到南跟北 慢慢找 來聽聽他的NVP訪問 亂流有點不穩 那當下的話是 怎樣的一個心情 來化解這個危機 就是 其實我今天第一局就被 等一天就有人了 然後 其實我還蠻相信我的隊友們 那當然就是 當然也是相信佑樂的配球 然後 剛好去化解這個危機 那現在持續到現在為止 連續兩場的想法都是 都是維持完美的防禦力是零 那你現在的想法 那未來有什麼樣的目標 其實我對於現在的想法就是 其實有這麼好的隊友 還有這麼好的團隊 然後 還有一直進場為我們加油的球迷們 然後 才成就了我今天有這樣的成績 OK 好 那我們現場也再次給我們 葉佳琦選手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看到他是把功勞 通通都送給隊友